汤圆明天就要开学了 今天我们得去分享给人汤圆报名 再给汤圆收拾收拾 准备准备明天开学 苏一涵 你准备好了没 准备好了 明天要上学了啊 今天先给你报名去啊 来的时候没有发现带多少东西啊 走的时候带了两大包 走了 还一抹 妈妈走了啊 你在家里乖乖的啊 把你去开车啊 果然头呢 现在是卸苹果袋子 所以忙得很 把汉一抹放到我家了 我爸爸最近没有上班 没有干活去 然后帮忙看汉一抹呢 和我妈妈两个 汉一抹就放到田家庄了 妈走了啊 放在去 车里还有的 拜拜汉一抹 他傻不叽叽的还笑 这么 啊 我们就去上学了 还跟人家聊天呢 我们今天坐的是 送风车 姚雨恒也要去学校 坐他爸爸的车 来烧车 往里坐 我们的路都走了一半了 我突然发现了一件非常非常丢人的一件事 我居然忘了换拖鞋了 把拖鞋都穿出来了 我现在到我老公上班的地方了 我没有拿钥匙 还要得找他拿钥匙的 苏子 你怎么来了 我来拿钥匙啊 明天桃圆不是开学吗 今天带桃圆过来洗一洗 然后带他去报名呀 不用报名 咋把钱两千都给桃圆报过了 我这两千忙着还给你帮说了 是吗 嗯 咱爸啥时候给报的 他那个老师不是在咱们村子吗 咱爸直接给转账回去 是吗 嗯 交了多钱呀 三千多块钱 怎么能让咱爸转呢 咱伍把钱给咱爸爸 算了 给爸爸爸爸也不会要 哎呀那好吧 又要爸爸给汤圆把学会教了 哎 苏子你不是开茶圆吗 你啥时候会做这个呢 一直都会啊 只不过咱俩在一起的时候 我没干过的 哈哈 看来我还是了解你了解的太熟了呀 孙姨涵 爸干这个辛苦不 辛苦 你以后要少花钱啊 本来今天安排了很多事情 结果他爷爷又一次的给我们 减轻了一下负担 那孙子 嗯 你把钥匙给我吧 我 我就回家了 弄点别的吧 给桃圆去洗洗走 那我走了啊 好 拜拜 辛苦了 拜拜 换呗 走回家 天下的父母都是如此 为了能让子女生活好一点 压力少一点 都在背后默默的付出 不图回报 以前是真的没有什么感触 当了父母之后真的是感触脱身 我们小两口也没有太大的能力去帮助家里 补贴家里 反而是两家的老人一直在帮助我们 补贴我们 苏子子呢也一直在上班 请假的时间也很少 我呢 就希望尽我所能 今年争取能把我们家的苹果给我们家全卖了 尽我最大的努力吧 希望能帮到自己的父母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了 拜拜啦 拜拜